HELLO 大家好,我是HAYMAN 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我最喜歡的10支唇膏 我現在已經將它們放在這裡 今天講到的東西其實有便宜有貴 有不同質地和不同色系 我有興趣就繼續看下去 我就由便宜的開始跟大家分享 這支其實我在韓國買的 它的牌子叫LAKER 在韓國本地也算是一個挺有名的開架牌子 但是它仍然未進入香港 它就是一個MOOSE狀的質地 然後跟它磨砂瓶生一樣 塗出來的效果都是霧面 顏色方面它是一個很美的杏桃橙 如果你穿橙色衣服的話 塗它是很美的 喜歡它的地方第一是顏色 其實在市面上其他牌子 未算是很穩度 或者我未試到差不多的顏色 第二就是質地方面 一塗上去是非常舒服的 雖然是MOOSE狀 但塗上去之後 不會太有一層的顏色 而且就算是霧面 也不會令你的顏色太乾 我覺得它薄薄的一層 顏色會更日常 而且很多女生都可以配搭 第二支就是ETUDE HOUSE的唇膏 這支大家都可以在香港買到 色號就是BR402號 我覺得ETUDE HOUSE的唇膏 其實也進步了很多 如果大家有很久之前 已經買開ETUDE HOUSE的唇膏 就知道它以前是一個花花形狀 下面是一個葫蘆形 那個包裝其實真的沒有那麼有質感 但是這個呢 你看到它是這樣 磁石包裝 而且整支唇膏感覺都很紮實 然後顏色也是粉粉嫩嫩 配搭了一個很淡的金色 就這樣說 這個包裝 其實我覺得已經比很多專櫃的唇膏 然後呢 這一支也是一個霧面的顏色 但是你看到它是會偏粉調的豆沙紅 這支我是喜歡到有一天韓國的shooting 我全天都塗了它 然後後來收回照來看的時候 都是覺得很漂亮 很出和很顯白 塗完它之後 把和度很高 它霧面的狀態真的做得很漂亮 好像平時的韓妹上IG的唇膏照 真的有那種沙沙的感覺 所以這個呢 我也覺得是一個又便宜又漂亮的選擇 第三支也是韓國的牌子 我覺得韓國的唇膏 就算是開架牌子 它們都會調到顏色很漂亮 而且包裝也很漂亮 那這個牌子是Aspora 應該也是暫時在香港沒有的 我在他們店舖走的時候 就看到Red Velvet的Joyce 塗了這個顏色 這支是海報色 其實它是帶了一點點復古味的磚紅色 它的霧面質地真的很霧面 一塗上去它是完全不順滑 但是又很神奇 它塗完上去之後 不算特別乾 絕對沒有剛剛說的這兩支 塗上嘴那麼滑 但是我覺得它的質地 是比剛剛那兩款更薄 同時它的飽和度 是不比剛剛那兩款強 而且這個顏色 我覺得它真的是 挺有格調的一個顏色 雖然它說是一個復古一點的顏色 但其實應該很多女生都可以carry 薄塗它好看 就算是Full Lip去塗都一樣好看 持久度方面我覺得它真的不錯 因為我吃完東西之後 還有大約七成的顏色都會在嘴裡 有時候我用它吃完飯 會忘記要補唇膏 所以大家如果去韓國的話 就可以去Esplora的店裡看看 它們的底妝、唇膏、 燕脂都是好用的 然後就去到一些尊貴的牌子 我今年真的超級偏愛 Bobbi Brown的唇膏 很難跟大家形容到 究竟我是有多喜歡它們 這裡其實是有三個不同的系列 我每個系列都選了一支 我真的很喜歡的顏色出來跟大家說 近一兩年來 其實我都會收到很多公關送的禮物 它們的禮物裡面 很大部分都是唇膏的產品 有時候我可能開一支出來 沒什麼驚喜的話 就會放在一邊 但是Bobbi Brown的唇膏 是我每開一個顏色出來 都覺得很有驚喜 我覺得它們這個牌子的調色絲 簡直是神級 每一個顏色上到嘴都是很特別的 真的在其他品牌那裡找不到 那我開始講的了 首先就是我現在嘴上的這個顏色 我覺得現在上了鏡之後 好像有點偏粉一點 但其實它是一個很溫柔 很有氣質 有一點點奶茶調的一個豆沙色 這支我之前post過在IG story那裡 已經有很多朋友給我燒著去買 然後每個人回來 都覺得第一個質地真的很棒 第二個顏色 真的很漂亮 很顯氣色 而且很溫柔 也是很白白的 這支的唇膏 是潤身到 我是完全不需要用潤唇膏打 但是一塗上去 唇膏已經有一種很juicy的感覺 而且就算我的嘴比較乾 唇膏比較艷的時候 一塗完它的唇膏好像不見了 所以我覺得它的質地是真的非常棒 另外這一支 其實就已經是我上年 2018年年到最愛介紹過 這款唇膏都是霧面質地 然後它是一個偏紙的 我每一次塗上去都覺得 嘩!好漂亮啊! 這個顏色是漂亮的 由我第一次拆它出來用 到近來我再用回 都是每次塗上去都很有驚喜 無論我是口茶還是博茶 只要一上到嘴 就會覺得這個顏色真的很特別 很有個性 還有很顯白 因為它是偏紫了一點 所以它都是比其他紅唇 或者橙唇的唇膏更顯白 那質地方面 我上年也跟大家介紹過 雖然是霧面 但是非常之順滑 顯色到極高 一塗上去就已經100%遮蓋你所有唇色 而且它是不顯純紋 塗完幾個小時之後 你都不會感覺到嘴巴乾的 最後一個系列 其實它的質地 就介乎在我剛剛說的兩支中間 它又未去到很霧面 但是它塗上去之後 就沒有剛剛金色長管那支 那麼潤身 你不會有一種好像塗潤唇膏的感覺 那塗這支之前 如果是冬天的話 我都會塗潤唇膏的 今天介紹的這個顏色 就是有少少復古的中紅色 我自己看別人的照片的時候 是很喜歡那種 有少少啡啡紅紅的感覺 但是其實有很多這種唇膏 塗到上面之後 都很顯露 而且那天妝化得不好的話 就好像偷了媽媽的唇膏去塗 那復古和老套 其實都真的是一線之差 那這支呢 就是我自己找到 我覺得塗完上去 是一點都不顯露 但是又有那種啡紅唇 質地方面呢 其實要塗大約兩層左右 它才會比較遮蓋到你原本的唇膏 但是我覺得這支薄茶 都是有少少那種feel 又會比較日常一點 你的眼妝不用說化得很濃 或者化得很特別 都是可以carry到的 然後呢 就會有兩支 amani的唇膏 先說到這款 這款我覺得是春夏天用 是會比較漂亮 但是其實現在秋冬天 如果我那天的樣子很素 那我都會用一下它的 現在的光光左右面照到 都好像怪怪的 那我就搬一搬這個位置 繼續說回它 其實它是一個很漂亮的蜜桃粉紅色 因為塗上嘴的質感 是超級薄 超級水潤 但是它也不是會幫你做到那種 捧捧嘴的感覺 它也是偏向霧面多一點 那如果你有用過這個系列的唇膏 我想你就明白了 最特別都是它的顏色 一塗上去之後 你真的感覺到自己好像少女 真的有一種好像回春了 好像覺得自己是小女的感覺 而且每一次塗它 我都覺得自己的氣色是好很多 整塊臉好像會粉粉嫩嫩 所以它的淡妝真的很漂亮 然後第二支 Amani的唇膏 也是他們很有名的 就是400號 這個質感 其實跟Bobbi Brown那支 剛剛有點像 一塗上去就已經很溶 而且有一點反光的感覺 400號的這個顏色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是Amani裡面的一個正紅色 也是最有名的那支 但我塗上我自己的嘴 我覺得它不算太過正紅 它在我身上有點偏向桃紅了 或者偏紫了一點 塗完上去之後 也是一個很顯白 很有氣場 還有很白搭的一個顏色 唯一我覺得它持口度 就不算很好 通常吃完一頓飯 那些顏色一定是掉了 之後一定要補 但如果你是正常說話 開開合合 是沒有問題的 它也是只是跌一兩成的顏色 然後這支 就是來自Mac的 Defaulted to Chili 其實 Chili 還有這支 Defaulted to Chili 我也有的 但我喜歡這支多很多很多很多 第一就是它的質地 塗完上去也是有那種沙沙的 很漂亮的 毛面上高質感 但它也是一點都不乾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順滑 我今年年頭還是年中開始 就會染一些偏橙顏色的頭髮 然後搭這支是真的很漂亮 非常有元氣的一支顏色 還有我給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去試 無論它是什麼顏色的頭髮 或者是什麼膚色 這一支都是非常配搭它們的 還有我覺得這一支 比Chili多了一點粉通 所以塗完上去之後 會更加顯白 還有沒有那麼顯露 最後一支就是最近的新寵 它是Chanel的霧面唇油系列 我用的顏色就是806 如果我去Chanel一次 就打算看另外一支 都是這些煙灰紫色的唇膏 但是那款已經斷了 還有那個姐姐幫我試上臉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沒什麼氣色 之後我就選了差不多色彩的這一支 但是它是偏紫和偏紅多一點的 然後塗上去的飽和度是高一點的 所以整個臉色看上去 就好像紅潤一點 沒有那麼灰的 另外這一款的質地 也都令人非常喜歡它 因為一塗上去 它是很薄的一層水 然後產品停留在你的嘴一層之後 它就會慢慢變成霧面的質地 一點負擔都沒有 整個嘴好像沒有塗唇膏 那麼輕身 但是它的飽和度 我覺得以這麼薄的產品來說 一點都不差 也不會讓你的死皮飛出來 或者嘴很乾 顏色是我自己很喜歡 也是比較秋冬的感覺 但如果要塗一層的話 其實我覺得春夏天都用不到 因為是挺日常的 顯白的顏色 今天的這10支唇膏分享 就到這裡 但是之後我會做一個少許的 因為都快聖誕了 如果有興趣 就要看完片尾 好了 我現在帶了六個 好像有聖誕和送禮 感覺多一點 今天的Give away 其實我是會在IG那邊搞的 因為我去到現在拍片的這一刻 我都還沒有把禮物分散 所以大家第一步記得要去追蹤我的IG 然後你就會在IG那邊找到一張Give away的照片 然後你就可以在Post那裡看到 每份禮物大約有什麼 還有詳細的參加情況 出片的今天應該就已經有那個Post了 現在大約就跟大家說一下 會有什麼禮物 首先就是一個Chanel No.5的淡香水 這個是便葵妝來的 我聞過也挺清新的一個爽身粉味 另外就有一個胭脂 哇 姐姐包得很漂亮 它是Chanel Treatment的胭脂 就有一堆我在日本買了 我覺得包得很漂亮 然後大家收到應該都會開心的產品 這個是柴犬的噴霧 香體噴霧 然後有一個Hello Kitty的手霜 然後有這個超可愛的外外收手霜 這個我自己也買了 好可愛 還有衣背 然後就會有一個日本比較天然的牌子 它雖然還沒紅到來香港 但是有很多日本的blogger都是推薦的 一個唇油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毛孔隱形膏給大家 但是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放了它去哪裡 總之大家看過Post就知道了 除了我現在說的這堆 應該我也會抽多一點東西出來 跟大家做Give away 例如我剛剛說的那支 Bobbi Brown的唇膏長盤金色那支 因為我本身已經自己買了一支 然後後來PR送來又多一支 所以我也是會做Give away給大家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IG 我們下次再見 Bye Bye